如果大家可能说比赛一条直线 这样比赛和质切步的话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防守其实是靠反应的速度 并不是一个直线的速度 当我跟着阿豪的时候 我们是最重要是防守 对,好 好一点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又是新一辑的教学片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出过post问大家想看什么类型的教学片 今天想不到有一个主题大家都很想看 就是防守 好,我们今天先讲防守 是怎样用核心力量去防守 好了,我们一般大家都会知道 或者都听过人说过 在防守的时候 我们会用环移步 我们以前学的环移步 何谓好的环移步 就是我坐得越低 敌人就更加难 过我 以前坐得很低的防守者 一般就像Michael Jordan Scarly Pittman 其实你会看到 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是感受波的 你真的坐得这么低 如果你的肌力是很强的 你真的坐得这么低 你都还能移动到的 但是其实 把身体压低 其实并不是把人往前中的 因为很多人都误会了 是等于往前中的 因为当你往前 重心往前中 看似很低的时候 其实你的重心是在这里 你应该看似很强的 但是你想想 你防守的球员 你是向我的后方进攻 他不会向前 但是他会往左 或者往入 当你中那么低的时候 他第一下的动作 你都还可能防守到 但是当他一个急停 转向 你很难再调整转到另一个方向 因为你的重心就是在这里 你要转向的话 我这样转向你会撞下去 这个本身就是坐得低的防守 一个最坏的缺点 其实你很难很难守到球 尤其以我这么弱不耐风的身躯 没有什么肌力的话 我能向后开始 我能向后 我就跟不到第二下 因为重心已经将你整个人扯前了 如果用核心的话 我们是怎样守呢 核心的时候 其实 你是用这道法力的 OK 我们是站直个人的 可以不可以 第一我们站直个人 第二 不要往前 不是说完全直了 你用着力的时候 你的重心都会微微向前 但是你不会 严重向了地下 那当你起动的时候 我们退了 我们追得回 还有我们顶得停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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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会用到核心 我们是怎样发力 以往我们的环而步 向这边进攻的时候 我们是以我们的重心带动自己 以前我学的防守步 即我跟加拿大教练学的防守步 我们有句英文叫 kick the door 即是说你的脚 踢对门 kick the door 好像踢对门 当你带球的时候 我踢对门过去 其实这个动作 这个踢门的带动动作 就是靠你这只脚 踢向前 其实是重心来的 是用重心的力量 靠这只脚去带动 当他现在这么多急停转向的动作 我很难立刻 用这只脚去踢 但是你记住 速度上 这个动作 会比我教大家用核心去守 速度上 如果我教大家用核心力量去守波 我们不是靠这只脚带动 我们是调转 因为讲过很多次 核心力量是反动的 我们往这边 这只脚是側切步 当他去的时候 側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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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明白吗 我们以側切步去防守 如果大家可能说比赛一条直线 这样比赛 跟側切步的话 那是会快一点的 但是呢 防守其实是靠的是 反应的速度 并不是一个直线的速度 就是当我跟着阿豪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是防守 对了 好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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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要跟着他的反应 转向 你会看到刚刚我做的一件事 就是 第一 身体不会往前 因为我九成向后 记住 你一到一 他冒球 冲过你 他会造成对你的队友 二打一的局面 更容易一个很简单的得分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防守 记住 第一个大要素就是 不要让他过去 但不是他冲得很准 那我怎么办 如果他真的冲得很准 那怎么办 冲得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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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他的射球的手 冲他的射球的手 你会怎样 不让他射 不让他射 协防 不让他拿球 对 如果你一个人射得很准 你应该尽量不让他拿球 但你越尽量不让他拿球 其实你会越容易被人挡 所以防守上 你必须靠自己的经验 但第一个要点 我认为 为何要用一个反方向的力量去防守 就是因为 我的反应速度和转向速度 都会较快 就不是用重心去搜球,而是用反動 側切,當你去側切的時候,我立即停不到的 停過來的時候,這個就是跟以前最大的一個防守的分別 就是當我去這邊,我追到他停,然後他轉向 轉向,以往的防守是會這樣打開,然後再追他 現在的技巧,在這個轉身的防守部之下,就被人射爆了 因為當你拍球,一轉,我加個後切,就射爆你了 因為你退後,就明白了,因為你是這樣向後退,你看著 拍球,好,急停,我又停,轉向 我這樣打開,你不說你退後,我當你急停,我這樣打開的話 我這樣打開的話,你是原地沒有動過的 你變成這隻軸心腳,你轉身了 你其實只是看著他過的 還要他先用弱手運球 他用弱手運球 然後壓停,轉強手上籃 那你就會完全吃光防守自己的位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 防守動作,我認為一個最大的缺陷 就是我們是這樣轉 我認為應該怎樣守呢 當你拍球的時候 我停止了他 轉向 我們記得不是開啟 我們記得當他停止了他 轉向我們跳後 因為你一定要用著核心 再來 帶球 退後 跳後 明白嗎? 再來 明白嗎? 我知道 動作 兩個 真心 看 駛 我 按 ,しょ 稍後 咕 錢 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